封面里的这个小游戏机是我偶然间刷到的 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黑白电子宠物游戏机 老古董了吧 居然还能用手指伸进去戳小熊猫 概念好赞 讲用 就是这个名字叫Tutuki Bako 中文名字应该叫手戳盒子 正经的功能是桌面小闹钟 不正经的当然就是戳戳 一共可以出五种生物 小熊猫啊 帮小熊猫挡鞦韆 火柴人 永春 叶问 跪下求饶了 史莱姆 这么Q弹 这不按在地上摩擦一下 简直可惜啊 这是一个女孩的脸 他的眼神会看向我的手指 他好不爽 哎呀呀戳着他眼睛了 还可以触摸一些海里的生物 开心 其实我下单的时候以为他是电子宠物的 可以养小熊猫 还可以用手指戳戳他 但现在发现这个并不是真的电子宠物 冲动消费了 电子宠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Tamagochi 唾麻鸽子 诞生于1996年 是个只有三个按钮的弹型小游戏机 他的名字来自于Tamago 弹 弹手表 弹手表 我小时候也玩过他的盗版 我会把他挂在书包上当挂戒勇 当然我小时候并不知道他名字的由来 听过最多的呢 是叫他电子机 托麻鸽子玩法很简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喂食 铲食 陪他玩 教育他 等等 就像一只真的宠物一样 他的需求来得很随机 饿了 拉屎了 困了要关灯 不分时候 不分场合的打扰我 哎 让我获得了每时每刻都在被需要的感觉 这种宠物般的陪伴感非常拟针 当我照顾不周 宠物宝宝饿死 或者死于没人铲食 我都会产生负罪感 即使他寿终正寝 我也免不了难过一番 因为他的寿命真是不算长 我们现实中度过一天 托麻鸽子里的宠物就会长大一岁 破壳而出后 电子宠物会经历 婴儿期 幼儿期 青春期 成年期四个阶段 等到25岁 宠物就会离开我们 这个循环其实也才不到一个月 在90年代 托麻鸽子最流行的时候 电子宠物死亡 让很多小孩子过于悲伤 产生了情绪问题 甚至有孩子在家长把托麻鸽子抢走后 用上吊威胁 还造成了挺大范围的社会现象 史称 托麻鸽子效应 也有不少国家 因为托麻鸽子无法控制的BB声 而禁止孩子把他带到学校玩 当然 这些都阻止不了孩子们 对托麻鸽子的喜爱 在托麻鸽子诞生的这27年间 他一直在更新换代 有的可以养一整个托麻家族 有的可以培养不同个性的宠物 成年期的样子更多样 稍微大一点的进化 比如2004年的Tamagochi Plus 可以和朋友联机 让彼此的宠物结婚 然后生出一只爱的结晶 留给玩家接着养 其实小时候玩的盗版 只要二三十 而且只要你和你的朋友 买的是同一家盗版 也是可以联机生蛋的 到了2008年 黑白的托麻鸽子 拥有了先进的菜拼 更漂亮了 再过十年 2018年 Tamagochi Meets 终于可以和智能手机APP互动 生出来的后代 会遗传父母的特质 繁育后代 成了一个核心玩法 这款托麻鸽子 比较现代 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 到了2021年 也是拓麻鸽子25周年 推出的Tamagochi Pix 增加了自拍功能 可以和自己的宝贝小可爱 合照了 为了庆祝25周年 还推出了一个 纪念版手表型拓麻鸽子 Tamagochi Smart 致敬了拓麻鸽子 最初的羽翼 拓麻鸽子的后缀 换了十几个 玩法和内容都稍有不同 可就是没出过 像Tutuki Bako这样 可以触摸的版本 不过手指触摸 这个2008年的创意 在2021年 终于有玩具 把它做在了电子宠物身上了 这个是多美粗的 Punilunzu Puni 就是可以用手指触摸的 彩屏电子宠物 这个洞特别大 手指很粗的朋友 也完全可以放得进去 这里我们要养的宠物 是一颗软糖 和Tutuki Bako里 摸空气不一样 里面放了一颗按钮 为了手指伸进去 获得更好的触感 按钮甚至还包裹了 一层硅胶 手感超Q弹 这个按钮的功能 还挺多的 它能辨别前后左右 四个方向 可以轻按长按 所以就能实现让小软糖 往规定的方向 弹跳的效果了 养育小软糖 需要给它喂软糖吃 还可以去商店 买各种熟食 回来再加工 做成软糖 喂给软糖吃 这个做菜真的太黑暗了 买回来的拉面 是连着碗一起下锅烧的 比我做菜还不靠谱 拉面吃拉面吧宝宝 拉面这么好吃 你不吃拉面 为了赚钱 给软糖买吃的穿的 我们还要外出打工 玩玩小游戏 这里甚至还藏了一个平台跳跃游戏 是需要用手指弹软糖来移动的 挺别致 如果家里脏了 打扫的方式也很搞笑 是用手指揉搓粘粘的软糖 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身上沾满灰尘后 一整个扔进浴缸洗干净 这个方式挺好 适合我这样的懒人 这只电子宠物应该是最现代的了 融合了很多玩法 放在桌上也可以当做时钟用 其他玩法的电子宠物 还有男生版的拓麻鸽子 数码暴龙机 数码暴龙机其实并不是动画的周边玩具 而是反过来 玩具比动画更早 最早的暴龙机叫数码怪兽 于1997年推出 差不多长这样 定位是瞄准男生的托麻鸽子 加入了对战和进化等元素 为了卖更多的玩具 万代99年才推出了基于数码怪兽的动画系列 数码宝贝大冒险 在这之后 被选招的孩子们的故事才正式开始 这台是今年2月刚出的育成机 主打彩色液晶屏 外观还原97年的初代 还有Type-C充电 应该是目前体验最现代 同时也是最复古的暴龙机 所以很稀缺 我从黄牛手上花了1000 才买到这个我觉得好看的颜色 育成机的玩法 类似拓麻鸽子 养数码宝贝 要给它喂食 铲食 培养胜率 努力等等数值 满足条件就能进化 更有陪伴感 更像个搭档 数码暴龙机还出过不同玩法的机型 比如图鉴机和声光机 小时候更常见 更容易找到盗版的 其实是冒险机 这台冒险机是复刻的初代动画版 21年推出 终于动画的神圣计划 可以在动画版的7只数码宝贝里选一只 开始在资料导的冒险 玩家带着暴龙机走一定的部署 就会遇到敌人 战斗胜利就可以通过关卡 如果失败 则要从零重新计部署 可以说是最早的运动手环了 如果普及到现在 比拼谁圆环和尚更多的游戏 就会变成两个成年人 在数码暴龙对战 不过暴龙机 并没能在2005年之后 捕获新一代孩子的心 反而成为了情怀玩具 20年后 已经成年的同一批玩家 竟然还是暴龙机的主要消费者 暴龙机也为了适应 成年玩家紧凑的时间表 后来推出的复刻版都加快了时间流动 进化需要的时间被大幅缩短 一小时就可以拉满屏的大便 看了这么多电子宠物 我发现我最喜欢的 还是体型最小巧 玩法最简单的拓麻鸽子 如今的拓麻鸽子 早已成为了时尚单品 EVA 海贼王 三里欧 吃豆人 宝可梦都联名过 今年还会推出哈利波特联名 可能是带了时代的滤镜 现在即使我不怎么需要 电子宠物的陪伴 我也很想要挑选一个 好看的宠物蛋 买回家当作收藏 纪念儿时有他陪伴的放学路上